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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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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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古语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 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 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水面清澈如镜 这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它的名字叫丹江口 淡江口水库里有多少鱼 没人能说得清 但是丹江鱼的美味却是众口一词的 炒的一般是咱喝的菜餐 一般到别的地上很少吃好的 少喝口的鲜嫩溶滑 非常好吃 丹江生意丹江也就是好 在西川最有名的就是拳鱼宴 拳鱼宴即银鱼 擀鱼 连鱼等数十种鱼类 运用多种刀工和烹饪方法精心烹制而成 细致的刀工更能让食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 美味与形色坚固正是中国人的饮食哲学 烹制过程中多种味道同时释放 融为一体 经过煎烤烹炸过程之后 一桌丰盛的全鱼宴拉开序幕 这一桌子的美味不仅仅考验着厨师的手艺 更是人们对舌尖味蕾的追求 翘嘴鱼是丹江流域的一种古老鱼种 由于生长周期慢 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 而在吴师傅家中 鱼的最经典吃法是 妻子最拿手的红烧翘嘴鱼 小火慢煎 将切细丝撒入锅中 鱼肉在植物油的作用下 会直接吸收姜的腥味 煎至金黄色之后 需要加入适量的水 被老抽激发出细嫩口感的鱼肉 配上妻子多年的手艺 这是城市里儿女们最魂牵梦绕的乡愁 在丹江岸边 张晓伟开了家饭店 兄弟 你过来吧 好 你好 花脸不少 花脸有个二十多斤 真不少 我还有笔子 笔子太大了 啥 干鱼三四十斤 你哪里要抽的 干鱼哥 看这个赞 真大 三四十斤 中 中 中 上个这个 坐坐吃 行行行 中个这个 坐 好 干鱼被称为水中霸王 是长江水系独有的品种 只能在鱼类资源丰富的水域生存 凶猛的习性带给它结实细腻的肉质 是公认的高档淡水鱼类 这么大的鱼应该怎么吃呢 这个问题难不住张晓伟 他亲自下厨 要将最地道的赶鱼宴做给朋友品尝 选用鱼肚子上的肉斜刀切成片 西川本地特色的酸菜放入开水中煮两三分钟 捞出后置于碗底 将片好的鱼肉放入煮过的酸菜水中 酸菜的味道浸入鱼片 烫熟之后连汤带鱼倒入碗中 放辣椒和花椒热油烹焦 鱼头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 维生素和大量微量元素 一挠养颜 鱼头切开更利于入味 放入丹江水中大火开煮 十分钟的沸腾过程就可以让汤浓色白 在羊水煮到羊鱼 在本火里大火炖出来 那个汤也被变了它少鱼头它得豆腐 在那个不得豆腐的喝点豆腐 很不错 优质的食材 几乎不需要太多复杂的制作过程 最重要的是保留它的原汁原味 鱼头鱼肚的肉吃完后 鱼背的肉怎可浪费 它们在西部上那些肉比较厚 肉比较多 它这出来的吃着好吃 将鱼背上的肉切成瓦块状 挂上用鸡蛋和面粉调制的面糊 入油锅炸至金黄酥脆 再次起锅后大火爆出调料的香气 下入鱼块翻炒调味 外酥里嫩的瓦块鱼就可以出菜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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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看到那么大的鱼 以为它的口感肯定会特别老 没想到尝了一口真好吃 吃起来都是口感非常的嫩 非常的好 我尿尿去调的话 还是原汁原味的东西 你看这鱼汤 这个因为丹江水炖丹江鱼 这个东西这是无话说 有点照片 瓏得去皮过一样 瓏得熟过一样 最春风的味道 丹江水水口来水清 鱼也胜了比较慢 胜长的周期长 它带上来的鱼它好吃 它吃着有个清香味道 所以说这个一文一吃了会有味道 你只要吃了这个 咱淡浆鱼 别鲤鱼你都不点香了 那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和黄河 这还真是我第一次来到黄河边 我是一个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孩子 对于鱼的热爱 那自然是不用多说了 现在因为工作来到了中原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 肯定是不会放过名声响彻中原的 黄河大鲤 这你就说到点上了 这野生的黄河鲤鱼和普通鲤鱼 它是有区别的 野生黄河鲤鱼呢 它这体型修长 金铭刺尾 吃起来是鲜嫩有嚼劲 而普通的鲤鱼呢 它属于宽短肥厚 颜色灰黑 尾巴尖是泛白的 有骨子土腥味 你说那么多鱼我也没吃过呀 不过我挺疑惑的 那么多的野生鱼 为什么中原人偏偏热爱黄河大鲤鱼呢 是啊 大家觉得为什么呢 中国人食用鲤鱼有着悠久的历史 诗经中就有 齐齐食鱼 碧河之鲤的说法 黄河小浪地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与几元市交界 因为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 河床宽而浅 寒沙量少 这里的野生鲤鱼金铃赤身体型缩长 肉质紧密香嫩 爽滑间还带着一点弹性 有嚼劲儿 且无泥腥味 2017年 几元市被授予中国黄河鲤鱼美食之乡 几元大厨在烹饪黄河鲤鱼上更有独到之处 取野生黄和鲤鱼 去齐三分之一 正反两面 积上瓦棱形花刀 蛋清 料酒 淀粉上浆 热油下锅 炸至两面金黄 锅中留底油 加入调料和高汤 大火烧开 小火收汁 色泽红润 软香可口 这个鱼非常的鲜 也非常的内 而且口感比较好 我们几元市黄河鲤鱼之乡 所以我们这儿的鱼最好吃 老妹妹 妹的黑 食客们连连称赞的这道 红烧野生黄河大鲤鱼 出自几元当地有名的大厨 尹东之手 中原地区自古就有 无礼不成习的说法 以鲤鱼为原料 烹饪的各式名菜 更是驰名中外 如红烧鲤鱼 和开封的鲤鱼背面等等 而尹东并不想简单地去烹饪鲤鱼 他想烹饪出一桌能代表几元特色的黄河鱼宴 这都是我们几元小浪迪水库的黄河鲤鱼 你看多么漂亮 有了主食材 一桌美食 一桌美食马上便可呈现 土模 是几元王屋山区的特色传统小吃 土模鱼丁 选用肥美的野生黄河鲤鱼 片片 切条 改丁 上浆 热锅油炸 炸好的鱼丁备用 土模也顺便下锅炸一遍 锅中留有底油 葱姜蒜 花椒 辣椒 煸炒出香味 把这个炸好的鱼 放到里面 加入调料 鲜香麻辣 味道诱人 鲜转炒鱼丁 选用本地特色美食鲜转和野生黄河鲤鱼 鲤鱼片片 改刀切丁 放入八成热的油锅中炸至金黄 锅中留底油 大蒜炒香 加入碾转快速翻炒 独特的小麦香味扑鼻而来 加调料 放入提前炸好的鱼丁 一碗香喷喷的碾转炒鱼丁 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麻糖 对于起源人来讲 不仅是一道简单的面食 它是重大节日必不可少的美食之一 如果麻糖和鲤鱼放在一起 将会产生怎样的舌尖体验呢 焦织麻糖鱼块 理鱼改刀切块 放入八成热的油锅中炸至定型 麻糖切长条 下锅油炸快速捞出 锅中留底油 放焦糖汁水 白醋大火烘汁 加入鱼块翻炒 炒好的鱼块和麻糖摆盘 淋上焦糖汁 鱼块与麻糖外焦里嫩 口感极佳 土磨鱼丁 不翻鱼块 碾转炒鱼丁 焦织麻糖鱼块等等 一道道特色美食 不停地呈现出来 食客们品尝着一道道美食 从下块到入口 每一口都充满了神奇的味蕾体验 剪不翻的味道里面 有黄和铝的味道 这个味道特别棒 棒极了 这个鱼块 外焦里嫩 这个形容怎么形容呢 就是太完美了 点个赞 它主要涂出的三种口味 就是咸 鲜 辣 这三种口味 层次比较分明 身为名厨世家传人的尹冬 此刻终于送了一口气 这桌特色鱼宴或许不够完美 但是这其中却包含着 它对家乡的那份浓浓的爱 你弄啥了 想家了呗 两年多没回家了 因为想家的人做了饭了 你说这也没有能让我金香情窃的东西 缓解一下我想家的感觉 咋会没有啊 你知道南湾湖不 我知道啊 河南很有名的湖嘛 里面有各种鱼 还有很好吃的东西 是不是 南湾鱼做的鱼头 红烧鱼块 还有铜鲜鱼 鱼碗汤 超多呢 我跟你说 那鱼我能一个人吃一盆 你能不能给我留半盆 行 不过这跟我 跟我家就还关系 没关系 离你家那么久挨着 挨着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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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挨着 不是 别跑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有 别动 站住 快点上火了 每一年 回于河南信阳的南湾湖 都有它富含矿物质 无污染的水资源 孕育出了鲜美可口 有极富营养价值的南湾鱼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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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湾湖 南湾湖 又称南湖 整个水库将近八万个 最大蓄水量是六点三亿立方米 浩渺无际的碧绿湖水不仅是信阳人的大水缸 也是南湾鱼的大水库 这里出产的鱼类富含蛋白质和人体必须的多种微量元素 其中有抗癌元素之称的吸含量更是普通鱼类的三到五倍以上 在南湾湖里70%以上的鱼是花莲 人们常说的南湾鱼指的就是它 每年春季大量的鱼苗被投放 到了秋季雨 整个南湾湖会迎来一年一度的大规模捕捞盛况 数以万斤的北美花莲被成全捕获了 刚出水的大鱼会被渔民们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全国各地 几个小时以后 郑州的菜市场上就会出现它们活蹦乱跳的身影 南湾花莲不仅肉汁细嫩肥美可口 而且头部肥大富含DHA 有花莲美在腹胃在头之说 在郑州南湾花莲鱼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剁椒 你住在哪里 你住在郑州南湾花莲 让衝费感情与上人生日系统 都不知道 convey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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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温慢慢升高 在锅中几次地翻滚 使得愉快的颜色已慢慢变得金黄 整颗蒜瓣与大段的葱姜铺在锅底 当锅内温度升高时 调料的香味被鱼肉直接吸收 老陈醋的加入 又让鱼肉更加细腻 今天的人们讲究健康饮食 高蛋白 低脂肪 低油低盐的煎焖鱼 又重新登上了餐桌 现在整个淮阳 几乎每条街上都有几家鱼餐馆 香葱生鱼片 收枝黄鱼 飘香鱼丸 清蒸鱼花 当然 必不可少的还有煎焖鱼 都是招待外地游客的经典菜式 鱼本身它含钙淋架 低脂肪 高蛋白 所以说 鱼对人这一块 老人吃了能长寿 男人吃了更强壮 女人吃了更漂亮 小孩吃了更充徽 鱼的甜菜素与蜂蜜混合 均匀地涂抹到晒干的鲫鱼身上 当地做糟鱼分为油糟和水糟 蛋油糟是最传统的做法 不仅可以去腥 还能将蜂蜜的香甜锁在鱼肉上 鱼皮变为金黄色就可以捞出 炸好的鱼放入锅中开始焖至 葱姜以及精心配比的大料包放于锅底 再将鱼一层层地码好 马鱼看似简单却大有说法 将炸好的小鱼整齐摆成一个圆圈儿 再加入配置的调味料 温火慢微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出锅 刚出锅时热气裹着香气直窜鼻孔 香味瞬间激活味蕾 鲫鱼表面似乎被层黄色的胶质包裹着 灰黑透黄 加起一条小鱼送进嘴里细细品尝 入口酥酥的软软的 后味里透着丝丝的甜 稍加咀嚼便可一并咽下 吃完之后满口都是鱼香 全鱼宴松陷鹿魂水库一绝 讲究的是一鱼百吃 其做法之惊喜 场面之宏大 色彩之斑斓 绝非家常之物 银鱼 鹿魂三宝之一 通体透明 营养价值极高 在的是银鱼繁殖基地 到处都来的才有没有 加入盐 味精 胡椒粉 料酒 稍加腌制 面粉 淀粉 一比一混合 即适粉是上色的关键 加水搅拌均匀 脆皮糊便制作完成了 腌制好的鱼鱼均匀裹上脆皮糊 四成油温 小火炸至金黄 鱼鱼它对的水质要求非常高 无论是从营养价值 最后的酥斑 大家方便来说 酥鱼好 特别适合老人和小黑食用 干炸鱼鱼 酥脆香口 鲜甜有趣 是全鱼宴中极为受宠的一道菜品 相比于鱼鱼的精致 剁椒鱼头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粗犷中透露着讲究 七八斤重的鲜活花莲 切下鱼头一分为二 连砍竖刀方便入味 七八斤这花莲的鱼头是刚好 小一点鱼刺太多 大一点鱼肉太菜 处理好的鱼头清洗干净 这块叫鱼鱼 鱼云因其形似云彩而得名 胶原蛋白含量丰富 是鱼身上最好的地方 鸡精 味精 白糖 胡椒粉 均匀撒在鱼头 加入料酒 姜片 去腥提味 密制剁椒酱 色泽油亮 尚未烹制便引人垂涎 鱼头入蒸笼 大火蒸制二十分钟 出笼后撒上葱花 一勺热油是点睛之笔 鱼头与剁椒因此而更为交融 鱼头肉汁饱满 软嫩爽滑 香味勾鼻 不绝间便让人食指大动 去蛇从茧是一种生活智慧 也是做菜的智慧 水煮鱼丸精致甜淡 是纷繁全鱼面中 一个一世而独立的存在 鲜活花莲是手打鱼丸成功的关键 去头踢骨保留鱼皮 保证鱼肉清洁无杂质 用刀背将鱼肉剁成鱼绒 至肉皮分离 加入盐 料酒 蛋清及适量生粉 反复搅拌使鱼绒上进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弹口 水沸之前 将鱼绒挤成丸子 下锅煮熟 水煮鱼丸 无需添加多余味道 指其那份鲜美清白的气质 轻盈弹牙的口感便足以征服食客的味类 鱼肚与荷包蛋 并不是鱼汤与豆腐那样常见的组合 鱼肚烧加烹制 去腥加水 荷包蛋切长条下锅翻炒 加入小米辣椒后 将两者合二为一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盛去人间无数 南瓜泥可谓是上色神器 也为这道菜增加了一丝香甜 有时候 惊喜就存在于那一点点尝试之间 用汗水获取美味 用美味赢得赞誉 全鱼燕 以其种类之繁多 色彩之斑斓 铺鼻之香气 引无数饕餐时可留恋 其口感即南味之清淡嫩滑 与北味之鲜香咸辣 即适宜老幼 也让年轻人爱不适口 鲁蚓全鱼也拿个烙鱼鱼 平时可吃不了人去 我最喜欢吃鱼湾 鱼湾可好吃 我刚家都是在附近的 从小都吃在水库里边鱼 我们是从外地过来旅游的 每年都会来这边吃鱼 达椎就是吃鱼的 刚捞上的平行鞋猫 我第一次见到鱼 有这么多种做法 真是太震撼了 远山照应着湖水 清潭滋养着草木 鹿魂水库 用它宽阔的胸怀 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勤劳淳朴的人们 生生不息的希望 代代相传的记忆和味道 从不曾离我们远去 俗话说 不出十五都是年 这家家户户餐桌上 也都有鱼 无鱼不成宴 那在这儿呢 咱们就祝愿大家伙 年年有鱼 祝愿大家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 祝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我和我的祖国 我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则唱每一座岛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炊烟 小小村落